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媒体表示 是西方拒绝就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与俄罗斯无关 他也批评俄罗斯的批评者 想分裂俄罗斯又强制俄方 避讳百分百的摧毁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普京接受国营电视台俄罗斯一频道的节目采访 访问在25号播出 在乌克兰问题上普京被问到 如何避免触及红线 普京不认为同乌克兰的冲突以及同西方的紧张关系 将俄罗斯推向危险边缘 他又指俄方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别无选择 又指俄罗斯随时准备同涉及乌克兰问题各方谈判 强调是乌克兰政府即为其撑腰的西方国家拒绝谈判 普京提到自2014年起 尽管俄方致力想以和平方式同西方解决争议 但不幸的部分国家不是这么想 俄方要守护领土支持克里米亚人民的选择 他指出地缘政治上的反俄势力一直以来都是以企图分裂俄罗斯 以这种方式来征服俄罗斯 以前如是 现在也一样 而俄方只是想团结俄罗斯人 美国近日宣布将再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记者向普京谈到 东方继续从西方获得大量武器 例如是美国的防空系统等 普京强调俄方必会百分百摧毁这些武器 普京被问到有民众的行径并非真心爱国 普京表示每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总会有人以自身利益为先 他不会怪责他们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